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波 地球化身巨型淡卵 千年来只为孕育超大物种天神族的 漫威系列科幻大片《永恒族》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宇宙诞生之初 一切皆是黑暗 在六颗无限宝石还没形成的时候 一个名为天神族的群体便已经出现 他们拥有巨大的身躯和无穷无尽的法力 其中最强大的是天神族至尊阿里瑟姆 他创造了第一个太阳 将光带入了宇宙 从此世间万物开始蓬勃发展 无数个星球文明就此诞生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大自然 直到有一种不自然的掠食物种出现在宇宙中 他们就是变异族 变异族们专门以智慧生命为实 严重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 于是为了维护自然秩序 阿里瑟姆派出了永恒族前往宇宙各处歼灭变异族 以保证智慧生命能够繁衍生息 而永恒族是一群来自奥林匹亚星的不死英雄 他们各个身怀绝技 无人能敌 镜头来到公元前5000年的地球 此时生活在这里的人类祖先们 正在遭受变异族的侵害 好在 有一只永恒族领袖 阿甲克率领的小队其实感到 他们凭借超凡的神力 对变异族施展致命打击 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小队成员们的身份和能力 首先是如同超人一样能飞能打 并且双眼能释放炙热极光的伊魁斯 然后是奔跑速度和闪电侠有一拼的 哑女马卡丽 还有能够积攒并释放能量的金格 力大无穷 一拳就能打飞变异族的一拳超人吉尔 随时随地能变换出各种近战武器的女战神蒂娜 善于伪装的幻术小法师水精灵 能用眼神操控人心的德鲁伊 能将世界上的任何物质 转化成另一种形态的色系 以及精通各种黑科技的法斯托 而身为团队领袖的阿贾克是一名奶妈 能给受伤的队员疗伤补血 天上那艘巨大的三角形飞行物 就是永恒族们来时乘坐的飞船多摩号 战斗结束后 瑟西在阿贾克的示意下 将一把粗糙的实质匕首 转化成精美的金属匕首后 交给了人类部落的一名小男孩 从此人类正式进入了铁器时代 镜头一转 时间来到现代 当年那把金属匕首 此时已经成为了历史文物 变异族也已经被永恒族彻底消灭 但永恒族却一直没有收到返回的通知 只能继续留在地球 几千年来 拥有不死之身的他们不得不隐性埋名 防止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瑟西在伦敦当上了一名教师 还跟一名长相帅气 名叫戴恩的人类谈起了恋爱 却一直没敢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身份 另外 几千年来却还是小孩模样的水精灵 也跟着瑟西一起生活 但好景不长 这天夜晚 瑟西 戴恩和水精灵三人 正在河边散步时 几千年前就被彻底消灭的变异族 竟然突然再次出现 情急之下 瑟西和水精灵也顾不上隐藏身份 当众施展神力与变异族对战 可这只变异族貌似和以前的不太一样 竟然能识破水精灵的幻术 直接无视假分身向着两人冲来 瑟西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危急时刻 伊魁斯及时赶来救援 并从双眼射出了炙热的激光与变异族对战 然而打斗中 却不小心撞翻了一辆大巴车 好在瑟西及时发动能力 瞬间将整辆大巴车转化成了红色花瓣 这一幕被戴恩看在眼里 谁料变异族竟然施法 修复了被伊魁斯打伤的手臂 把几人全都看懵了 变异族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竟然学会了奶妈的技能 伊魁斯赶紧再次发起进攻 吃痛的变异族终于选择了逃跑 但刚刚的战斗 戴恩全程都在观战 身份暴露的瑟西 只好向戴恩解释了他们是永恒族这个真相 然后戴恩便问出了 漫威粉们都很好奇的一个问题 你们永恒族既然这么强大 当年灭霸打降旨 消灭宇宙半数生命 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阻止 对此 瑟西无奈表示 上头有明确规定 永恒族不能干涉人类的冲突 必须要让人类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除非有变异族出现 而经此一事 瑟西意识到变异族并没有被彻底消灭 永恒族小队必须再次集合 于是 他便与伊奎斯和水精灵 踏上了寻找队友的征程 同时 在这段剧情中 伊奎斯对瑟西说的一句 抱歉 我伤了你的心 貌似表明了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事实上 瑟西与伊奎斯之间 曾有一段长达几千年的恋情 这一切还要追溯到公元前575年 永恒族们在拼命战斗的同时 为了保护人类不被变异族侵害 便帮助人类建造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巴比伦 在这期间 永恒族的领袖阿贾克 时不时就会用胸前的金色光球 向天神阿里瑟姆汇报工作 阿里瑟姆对他们非常满意 说他们是全银河系所有永恒族的榜样 同时 他也提醒阿贾克 千万不要对地球动感情 别忘了你们真正的使命 听上去 永恒族来到地球 似乎不光是为了保护人类 貌似还有别的目的 而除了阿贾克以外 队伍中的其他人全都蒙在鼓里 精通黑科技的法斯托设计了一台蒸汽机 想要让人类实现超高速耕田 然而 现在可是公元前575年 大伙都觉得 现在让人类接触高科技产物还为时过早 于是 法斯托只好不情愿地先设计点低科技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 永恒族不断给人类传授文明理念 发展耕种技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而在这期间 依惠斯喜欢上了美丽善良的瑟西 瑟西也为依惠斯的帅气容颜所心动 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 并在神父的见证下洗劫连理 然而 身为永恒族的他们 要经历的可是千年之痒 最后不出意外的 两人分手了 而永恒族的其他成员们也因为意见不合 在消灭完变异组后 全都分道扬镳 从此各走各的路 散落在世界各地 以普通人的身份 过着养老般的生活 并遵守着不直接干涉人类的约定 时间回到现代 瑟西 依惠斯和水精灵三人驾车来到了阿贾克的家 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当时就觉得情况不妙 果然 来到后院一看 阿贾克的尸体躺在地上已经凉透了 三人一分析立马得出结论 阿贾克是被变异族杀死的 怪不得之前那只变异族能够施法治愈自己 原来是吸收了阿贾克的能力 随后 阿贾克胸前的光球突然飞进了瑟西体内 一瞬间 瑟西也拥有了能和天神对话的能力 这意味着瑟西将会成为永恒族的新领袖 接下来 三人前往了世界各地 开始寻找其他队员 首先来到了印度孟买 队伍中的金格正在这里拍电影 他现在是一名当红影星 而且拍的都是印度大片 动不动就和一群妹子跳舞的那种 一看到瑟西他们三个老战友光临拍摄现场 金格立马喊了咖 然后赶忙上前热情迎接三人 可当三人说明来意时 金格立马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的新电影才刚开拍不久 就这样离开简直太可惜了 这时 他的私人助理卡伦告诉他 人生最大的责任目固于保护家人 金格这才反映过来 和自己奋战了几千年的战友们 不就是自己的家人吗 如果自己连家人都保护不好 那还拍什么电影 于是 金格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归队 并贡献出了自己的私人飞机 以方便赶路 不过 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电影事业 想要借此机会拍一部关于永恒族的纪录片 他觉得永恒族已经隐藏的够久了 是时候和人类打声招呼了 随后 助手卡伦兼摄影师直接在飞机上开拍 本想让大家对着镜头来个自我介绍 然而 从没拍过电影的几人 根本不知道怎么说话 要么就是直接对着镜头竖中指 不久之后 他们来到了澳大利亚的一处荒漠 队伍中的最佳甜蜜情侣 吉尔和蒂娜就隐居在这里 为了节目效果 众人在敲响他们的家门之前 金格特意来到镜头前 把吉尔和蒂娜形容成了勇猛无畏的战士 结果 谁能想到 曾经的一拳超人 如今却成了家庭主夫 吉尔之所以变成这样 都是为了照顾蒂娜 原来在多年以前 女战神蒂娜突然患上了一种 叫做永魔症的病 这种病只有永恒族才会有几率患上 简单来说就是 活得太久导致剂量太多 大脑的内存不够用了 然后人的意念 就会因为大量记忆带来的压力 逐渐瓦解 发病时的症状 就是双眼发白 失去理智 无差别攻击自己人 当年 队友们为了压制失去理智的蒂娜 费了不少功夫 最后还是吉尔忍痛下手 才将蒂娜一拳打晕 可事后阿贾克却表示 有魔症无药可治 只有清除蒂娜大脑里的所有记忆 才能让蒂娜恢复正常 对此 蒂娜自然不能接受 她并不想忘记自己的人生 于是 吉尔为了不让她伤害别人 同时也为了照顾她 便与她隐居在了这片荒漠里 如今多年过去 蒂娜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 刚与老战友见面就要开打 水精灵健壮赶紧制造幻象 在吉尔的配合下 总算让蒂娜暂时稳定了下来 随后 多年未见的几人一起聚了个餐 在吃饭的同时 还顺便联动了一下漫威宇宙 吉尔被水精灵用幻术 变成了一个大宝宝 却还在毫不知情的和大家介绍 桌上的美酒 是奥丁亲自教她米酿的 金格则调侃道 雷神小时候经常追着她玩 现在人家当了复仇者都不鸟她了 说到复仇者 大家又不禁想到 随着美国队长和钢铁侠的离去 接下来会由谁来领导复仇者呢 然而 就在大家享受在一片欢乐中时 瑟西却闷闷不乐的离开了饭桌 原因是 她虽然获得了能和天神沟通的光球 却不知该如何使用 身为团队的新领袖 她必须要尽快联系上天神 好得到下一步的任务指示 吉尔看她这么着急便告诉她 或许你应该静下心来 仔细去聆听内心的声音 随后瑟西尝试了一下 果然成功见到了天神阿里瑟姆 然而 阿里瑟姆却跟她说出了一个可怕的真相 原来 当年阿里瑟姆派永恒族来到地球的真正目的 并不是为了保护人类 而是为了执行她的宏伟计划 神仙 每隔十亿年 必须要有新的天神族诞生 为此阿里瑟姆便将天神族的种子散播到宇宙各处 其中一颗便种在了地球上 但种子需要大量智慧生命的能量才能茁壮成长 也就是说 人类就是天神族诞生的养料 除此之外 更让瑟西没想到的是 变异族其实是阿里瑟姆创造出来的 起初 阿里瑟姆只是想让变异族这种顶级掠食者 去帮助各大星球上的人吃掉野兽天敌 从而让人们更好的繁衍生息 哪成想 后来变异族突然集体失控 不吃野兽 改吃人了 这一现状 严重拖慢了天神的孵化进程 于是 阿里瑟姆便创造了更加强大的永恒族 然后让永恒族去消灭变异族 并帮助人类繁衍生息 如今地球上的人口 已经到了孵化天神所需的数量 要不了多久 神仙就会到来 届时 新的天神族迪亚姆就会破球而出 地球上的所有生灵也会随之灭亡 其实 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 瑟西之所以完全不知道 就是因为永恒族每完成一次任务 阿里瑟姆就会将他们的记忆全部删除 然后再将他们派到别的星球 继续新的任务 而蒂娜所患上的永魔症 真实原因 其实是阿里瑟姆在删除他的记忆时 没删干净 导致他时不时就会想起 之前在其他星球执行任务时的记忆 而奥林匹亚星也根本不存在 瑟西在内被派到地球的十名永恒族 都是在一个被称为世界熔炉的地方诞生的 虽然这样的做法对人类和永恒族来说非常残忍 但如果宇宙中如果没有天神族 一切都将陷入黑暗 所有生命都会死去 因此 阿里瑟姆希望瑟西能继续将这个任务执行下去 谈话结束后 瑟西将这个真相告诉队友们 队友们一听三观瞬间崩塌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瑟西认为 一定有办法能让天神顺利出生 又不摧毁地球 吉尔也突然想到 他们或许可以利用德鲁伊的星空能力 让即将出生的天神陷入沉睡 直到他们能想出完美的解决办法 再让天神醒过来 于是 几人立即动神出发 很快便找到了生活在亚马逊雨林的德鲁伊 起初 德鲁伊听了他们的计划后 表示你们也太看得起我了 让我控制几个人还行 控制天神 简直是天方夜谭 然后果断拒绝归队 可就在这时 几只变异族突然追了过来 其中就有那只会施法给自己疗伤的变异族 永恒族们立马发动神力 与变异族展开激烈对战 瑟西将一棵树砍断 然后把树变成金属材质 轻轻一推 成功将一只变异族压在了树下 德鲁伊操控了住在附近的村民 让他们燃受一把枪 对变异族实施猛烈火攻 金格则在一旁稳定输出 会飞的变异族就交给伊奎斯解决 这期间 金格的贴身助手卡伦 冒着被变异族吃掉的风险 还在不间断的拍摄着纪录片 金格则在水精灵的掩护下 开始积蓄一个超大的能量球 然后抓准机会果断发射 砰的一声 被爆头的变异族脑僵撕射 这时 瑟西一不留神 被变异族扑到了水里 危急时刻 他紧紧抓住变异族的脑袋 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前一秒还十分凶猛的变异族 就这样被瑟西转化成了一棵树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的神力竟然变强了 树林中 吉尔与那只会施法疗伤的变异族 打了起来 可这只变异族十分难缠 吉尔一边打 一边还有兼顾随时可能有魔症复发的迪娜 最后一个不小心被变异族赐了个透心粮 不仅如此 变异族还伸出触手 吸取了吉尔的全部神力 然后他那副恶心的身体 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进化 最终他们变得不仅能直立行走 甚至还能开口说话 扬言要杀掉所有永恒族 为之前被杀死的变异族同胞们复仇 这时伊奎斯终于杀了过来 可狡猾的变异族已经跑掉了 而神力被榨干的吉尔也失去呼吸 离开了人世 众人在给吉尔举行了简单的葬礼后 德鲁伊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他选择了归队 但他还是觉得 凭自己一人不可能控制得住强大的天神 色西让他别担心 因为接下来他们还要去找另一位队员 那就是精通黑科技的法斯托 只不过 法斯托在几十年前亲眼目睹了原子弹爆炸后 整座城市被移为平地的攒裂景象 因此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觉得都是因为自己的干涉 导致人类科技发展过快 最终才会发生这种结果 如今 法斯托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并且退出了永恒族 从此不再使用神力 就连给儿子修自行车都是用手修的 当色西和依惠斯来到他家并说明来意时 法斯托坚决表示 自己现在就是一名退休的普通人 不会再使用神力了 然而 下一秒 依惠斯就识破了他的谎言 原来 自欺欺人的法斯托 嘴上说要做普通人 可平时也没少用超能力 就这样 无话可说的法斯托也归对了 只是有一点让我有些不理解 如果法斯托是这名小男孩的父亲 那家里的另一个男人会是谁呢 下一秒我就明白了 不久之后 永恒族的成员们来到了伊拉克的一处考古挖掘场 随着法斯托操控手中的遥控器 藏在地下千年的多摩号飞船显露了出来 随后 众人穿过湖岸的走廊进入了飞船内部 发现雅女马卡丽正独自坐在里面看书 千年来 她貌似一直都住在这里 现在除了牺牲的阿贾克和吉尔以外 永恒族的队伍已经全员到齐 法斯托很快便想出了办法 他准备给团队的所有人制造一个能量手环 让他们的力量都连接在一起 形成意念合一 这样德鲁伊就能拥有足够的力量 让即将出城的天神睡着 可此时的众人还不知道 团队里已经出现了叛徒 而那个叛徒就是伊奎斯 时间回到六天前 伊奎斯登门拜访了阿贾克 从两人的谈话中我们能得知 伊奎斯早在几个世纪之前 就在阿贾克口中得知了神仙这个真相 两人为了神仙能够顺利进行 一直向团队其他人隐瞒着这个秘密 但现在阿贾克却改变了主意 只因五年前灭霸一个降止 消灭了宇宙半数生命 间接造成了神仙的时间被推迟 可这个星球上的人却凭借着坚持不懈的毅力 团结进取的精神和无所畏惧的胆量 五年后又打了个降止 把所有人都救了回来 可谓是真正做到了以凡人之躯 比肩神明 神仙的时间也得以恢复 虽然毫不知情的地球人 并不知道他们的做法 将会将地球推向毁灭的边缘 但却让身为永恒族领袖的阿贾克 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可贵之处 他也终于明白 地球人之间不仅有谎言和杀戮 也有幸福与欢笑 他们为了保护这颗美丽的星球 不断突破极限 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 以牺牲地球上的几十亿人为代价 来让新的天神出生是完全不值得的 易奎斯一听 阿贾克是想背叛天神 阻止神仙 当时就不乐意了 他认为 无论对错 永恒族都应该永远效忠天神 于是他将阿贾克骗到了一处悬崖边 下面有几只机长路路的变异族 他们原本在千年之前被冰封在这里 但千年后的今天 由于全球变暖冰川融化 他们才得以挣脱而出 随后 易奎斯亲手将阿贾克推向了悬崖 任由他被变异族抓住 其中一只变异族吸取了阿贾克的疗伤能力 然后瑟西他们才会在伦敦 遇到这只进化的变异族 时间回到现在 瑟西受到了光球的感应 这代表着神仙已经开始 他赶紧让大家行动起来 亚女马卡利通过超音速移动 很快便在一处火山锁定了神仙的位置 然而易奎斯见实际成熟也不再伪装 一发雷射眼 便摧毁了法斯托好不容易造出来的手环 彻底和众人撕破脸皮 随后转身离开了飞船 队伍中的水精灵 其实早已对易奎斯仰慕已久 这个时候 他果断选择跟易奎斯一起离开 而金格一直都把易奎斯当成自己的榜样 可如今易奎斯的背叛 也让他彻底失去斗志 不顾众人的劝阻选择了离队 永恒族小队的成员们 状态都落到了低谷 这时德鲁伊突然想起 瑟西之前把一只变异族转化成了一棵树 那是不是意味着 他也可以用相同的招数 杀死即将出生的天神呢 这个想法虽然疯狂 但的确可行 不过瑟西还是果断拒绝了 杀死天神只能算作是一个备案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能这么做 好在 聪明的法斯托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利用瑟西胸前的光球 这颗光球能在永恒族和天神之间建立连接 只要稍加改良 说不定就可以让他们所有人都连接起来 形成统一意念 为德鲁伊提供能量 于是 法斯托便施法取出了光球 一顿揉索后 将光球改造成了手环 随后 剩余的永恒族小队五人 全员佩戴手环 身着战衣 怀揣着最后的希望出发了 此时 火山口已经电闪雷鸣 浓烟滚滚 伊奎斯和水精灵坐在一起 准备迎接神仙的到来 很快 多摩号便飞到了这里 而伊奎斯已经做好了大战一场的准备 他飞速冲进多摩号 结果就只看见了蒂娜一人 其他人已经来到了火山附近 并转动手环成功连接在了一起 德鲁伊赶紧发动神力 开始控制天神入睡 飞船上 蒂娜与伊奎斯大打出手 但很快 蒂娜就落入了下方 就在他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时 也转动手环 以德鲁伊进行连接 伊奎斯这才意识到 自己中了掉虎离山剂 他立马冲出飞船 发现火山已经逐渐稳定了下来 于是他一气之下 直接打断了几人的连接 随后一发雷射岩 将德鲁伊射进了地下 接着又是一发 直接摧毁了多摩号 并劝说其他人放弃抵抗 乖乖迎接神仙的到来 结果马卡丽直接开启暴走模式 把他痛扁了一顿 此时火山已经再次变得活跃起来 并且开始向外喷发眼睛 瑟西看到这一幕 终于下定决心 启用备选计划 要用自己的能力杀死天神 其他人则用尽浑身解数 拖住伊奎斯 然而 就在他们打得正激烈时 那只进化的编毅族出现了 他想吸取伊奎斯的神力 来强化自己 马卡丽赶紧围着编毅族 高速奔跑 想将他困住 结果被编毅族一脚踢飞 伊奎斯想去阻止瑟西 结果被法斯托用黑科技死死困住 这种情况下 他的雷射岩也受到折损 无法正常使用 蒂娜则拼尽全力 开始和变异族单挑 狡猾的变异族 想通过言语 来唤起蒂娜的勇魔症 然后再趁机吸取蒂娜的神力 可惜他的技魔没有得逞 最后被蒂娜 一个快速连招分尸了 瑟西这边 行进途中 他遭遇了水精灵的偷袭 被水精灵一刀刺穿身体 并且水精灵还施展幻术 变出了无数座假火山 想阻止瑟西 好在从地洞里爬出来的德鲁伊 从背后打晕水精灵解除了幻术 可德鲁伊现在已经再无一战之力 他的微薄力量 根本无法让天神陷入沉睡 瑟西只好将匕首转化成水 然后义无反顾的向着火山靠近 这时 大地突然开始剧烈抖动 下一秒山崩地裂 海上波涛汹涌 一只巨大的手掌从地底钻了出来 接着 一颗巨大的头颅也浮出海面 新的天神已经诞生 站在手掌上的瑟西赶紧发动神力 将天神的金色身躯 逐渐化成了白色大理石 就在这时 挣脱束缚的伊回斯飞到了瑟西面前 然而 面对眼前的昔日恋人 伊回斯终究还是心软了 迟迟无法对瑟西下手 他想起了自己和瑟西 在这个星球上经历的点点滴滴 忍不住地落下了眼泪 最终只能任由瑟西继续施展神力 突然间 永恒族的众神 貌似与这名新天神产生了连结 这让瑟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直接对新天神发出了最后一击 庞大的金色身躯瞬间化为白色 就这样成为地球上的一道壮丽风景 危机终于解除 地球被保住了 可此时的伊回斯 却有些心情复杂 不知自己该相信天神的信仰 还是和瑟西之间的爱情 最终他搜的一下飞出了天际 看了地球最后一眼 点头也不回地向着太阳高速猛冲 底面上 拯救了地球的众人终于能松一口气了 水精灵也放弃抵抗 并得到了众人的原谅 随后 在水精灵的主动要求下 瑟西利用从新天神那里获得的神力 把水精灵变成了一名普通人类 这是水精灵一直以来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他当了几千年的小孩子 就是想尝试一下长大后是什么感觉 不久之后 法斯托修好了多姆号飞船 蒂娜 马卡利和德鲁伊三人乘坐飞船离开了地球 准备去寻找其他永恒族 而瑟西终于腾出时间 与男友戴恩见面 和两人刚聊了没多久 天神族至尊阿里瑟姆突然闪现到了地球 直接将瑟西 法斯托和金格三人抓走 打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他们的记忆 看看地球人到底值不值得被他们拯救 这波操作把地面上的戴恩搞得有些懵逼 本来他还想跟瑟西分享一下自己的家族史呢 原来从史之中都没什么存在感的戴恩并不是普通人 他家里藏着一把非常牛批的祖传宝剑 由于今天是他人生中最混乱的一天 因此他决定拿出宝剑 如果没猜错的话 戴恩的祖传宝剑名为乌木剑 而戴恩的真实身份正是将要登场的新角色黑启士 至于在镜头外和戴恩说话的男人 应该就是另一名新角色刀锋战士 另一边 蒂娜三人在宇宙中航行了好几个星期 依然没有找到其他永恒族 就在他们打算放弃时 一个尖耳红毛的小矮人 和一个身穿红色紧身衣的男人 直接瞬移到了他们的飞船上 男人自称埃洛斯 江湖人称星湖 也是一名永恒族 是专程过来帮忙的 身旁的小矮人名叫皮普 拥有超远距离瞬间移动的能力 除此之外 星湖还有一个非常牛批的身份 他是泰坦星的王子 灭霸的亲弟弟 看来 蒂娜他们没白跑一趟 永恒族上映于2021年 由中国导演赵婷知道 原著同名漫画 是美漫之王杰克科比创作的漫画神作之一 漫威之父斯坦里 也亲自参与了剧情创作 其他漫威电影要铺垫很多部 才引入的超英联盟 永恒族直接一部全棋 虽然有几段剧情过于中二 不过看起来依旧非常刺激 主角瑟西的扮演者 是英国的华裔女星陈静 她曾在《惊奇队长》里当过配角 如今破格提升成了主角 也并没有让我们失望 视觉方面 无论是取景还是特效 都十分优秀 各种大自然的壮丽景观 都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尤其是体格堪比地球的天神祖 比较尴尬的是 同性恋的那段剧情 来得有些突然 导致大量瞳孔人士认为 这部剧三观不正 恶意炮轰这部电影 不过抛开一切外在因素 作为漫威宇宙第四阶段 用来铺垫的作品 总体来说还是十分不错的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弟姐说的 还请点赞关注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